第九场赛事 继续回到第九场赛事 四班千四的路程 福火备望十二乘势欢心 容天彭马房转到丁冠豪 状态fit有三匹马 三只大拇指状态 二、四、五 配备变动十澳龙区 初大眼罩、初大交叉、鼻枯 初用滚干型口红铁 十二乘势欢心 除了面固、初大眼罩 四重彩fit马胆 阿康选了肖瘦王子 我选了诚勢欢心 两只 好,长友之星 上一次赢得很精彩 不过有时就是 我觉得这些马 就要求准一个机会 之前都说 那条腰好像走过游身 起码健康正常 近期都经常见到这些镜头 就是何敏连跳很多 比较劲、急厚一点的马 这种心外亦也是 希望它真的正常要操控到 这只马不容易发挥 是啊,它在烂泥又试了一集 出集很被动 这马不知为何这么慢 转弯走大外当 可能地好些 追回很多 这只领寶峰 我觉得这马不知 在等待適合时机 但是千四会场 这只金碧科也是搞得好 整天都捕到千四排内档 根本是千四专家 它整天都接近 我觉得它复货仍然吸引 这次就没有上次休息得那么久 直接射了它 那只好有利 不要理它那些什么 好了,这只腾龙超影 这只保持得很好的状态 但是上一次我都说 千二欺小朋友都不行 上一次上千四 其实我都觉得一般 上个星期才跑完 得益良多 也都今早补货条 头罩靠叉比枯有的 不过上次我觉得它走圈 可能只靠靠久 身形就不是那么漂亮 今次就减了些磅 起码这么久没有跑 跑回了一场 有个好档上一次 好了,这只小秒转王 这只也是慢慢养得回 这次排过三档 我又觉得它 未必你想象中那么厚 好了,看看这只瀟灑王子的拍跳 外面那只很有无敌 那只都出名是神操之声 跳得很快 末段 凹了眼罩这只69 其实神操 他加眼罩和没有眼罩跳 差很远 好了,很精彩 没什么问题 现在这样逗住走的 力度都很好 色水又漂亮 始终韦达真是很多 中上箭头 大箭头的马一来 他就整排都来 那样子很看得 你相对于奥隆区 不是说他质素不好 你纯粹马形走出来 刚才那只精彩是吸引人一点 那这只还在学习 多少配备 大家都三岁差不多 只差一百磅 你这只马还未淹 这只辣得嬌 都是这样跳法 Jawing都放得很高 耳套有 放长一脚踏 没什么很大的变化 我想他会近的 因为档位 看这些诚勢宽心 其实很外面那只 都试试追一下马 他其实整天都喜欢树起一条尾 他的跑肢有点怪怪的 但这只马 他不是没有能力的 但可能还在反覆 追人立意图 一换个眼罩 你追我 后面那只极速王 我是怕他有点会偏急 但他的眼罩不是验证 一放这么简单 他已经几货来 再看看他试集 就放在前面走 这个4月18号的跑马地集 这个集是考眼罩 当然都放在前面走 所以这次 其实你说排了个九档 加眼罩 我觉得他可能会用这一招 试试等在前面走 可能效果完全不同 都不定 虽然要打两边 因为马有点狼 但都维持走势 转了马房 看看他行不行 再看这只电路1号 电路1号 这货大集是何铭连事 我觉得他有些意思 想去跟下其他马 而他做到 这货大集 我觉得他开始做到这一件事 你说他有时跳 拉不到 或者很重口 那是另一件事 但现在他这样试这个集 或者姜诚不同了 有时你没得好说 美丽若洞 为什么黄晋每次出集都快 其他人是慢 那他现在姜诚 可能真的脱到少少口 试得不错 不要理他 好像被人抛利很多 最重要是他做到效果 是的 而且你出赛跑的形态 刚才你在试集看到 他都走得顺 那这货单跳 可能是要做时间 都不敢让他走得那么快 那只生生生生 我也是 现在是用建制学员这样试 其实建制学员 大部分试的马的成绩 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孩 她都不是很差的 因为可能大家都尽量都避开她 或者让她自己走得安心些 让她试得好些有信心 试就没什么的 绑也没跌 回的时间足够 但是去到最后那一货拍跳 我又觉得好像差点小 走外面那一货 就是这一货 摩雷拉跳 这一货 他就用这个头罩跳 当然他也算是挺准的 跟着前面那只极速奔驰 回到第九场 四班跑千四米 这一场我想聰明 九号码都会成为众词之敌 因为上次大家都记得 他输给那只年年行运 其实他自己也有些耐闪 虽然外面那只马 有些带他进去 但他也不规矩 所以潘顿一直要打着右手边 他还差点成熟程度 但都是靓款的 我自己四重彩 就拼了八号那只瀟邪王子 没有的 其实这些放在前面走 加上这些马 和王俊 那么夹当 又不是很多马走 放在前面 希望都可以捱得近 我都很记得上一次 譬如精彩赢 大家在那里斗 可能有些撞 他输给那只年年行运 那只北半球的四岁马 其实他也是很新的 接着还做一只红衣震撼 一出跑得好 但是红衣震撼是四岁 那场马没有什么特别马 选的 变相可能这堆马会跑得好 但是现在又侵了一些 不同零的马一起来跑 精彩当然也要受考验 你说他不聰明 三岁跑千四跟你这样斗 怎会说不聰明 但是这次也十二档 他要是有考验的 心爱上次输 都不要理他了 他好像觉得不够位 还是失平衡 还是怎样 他都没有骑过 其他临场再去分析过 这场赛事有得想 诚势欢心就要留意一下 第九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